共军大换血秘辛,他逗倒东北虎徐才后五年升五大阶,中共领导阶层最重要的北戴河会将到八月召开各方势力,正在重新集结据报道,中国解放军也在本月份进行多名将领的换血晋升其中,最受瞩目的是被授与中将军衔的火箭军副司令元宇光,从2013年展开如火箭般的进,升速度五年内连调升, 五职位原因被揭露,是他逗到有东北虎支撑的中共上将徐才后,多维新闻报道中共解放军近期以来有多名将领晋升,包括火箭军晋升一名中将,五名少将,以及两名专业技术少将,陆军军部队晋升两名中将,八名少将,以及三名专业技术少将,空军晋升三名空军中将,五名少将和三名专业技术少将, 正是自2007年以来解放军下,纪人士大调整惯例的序幕报道指出,这波军方人士大调整最受瞩目的是,新晋中将火箭军副司令元宇光,他曾长期在徐才后所掌控的总政治部服役, 从宣传部副队局长,一直升到分管全军新闻宣传的总政宣传部副部长,但他最重要时期,则是在2013年,接掌解放军报社长职位,正式机身政军将领, 宇光组长解放军报期间,以解心平和谢正平名义,刊发讨伐徐才后文章,接着在三年多时间再度坐上晋升火箭,一路高升, 2017年2月份,升任中央军委政工部副,主任机身赴大战须及将领,今年7月再度高升,成为他自2013年以来,五年内的第五次旅新,徐才后是中共上将为中共军方前领导人之一, 曾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,被称为东北虎,长期掌控总政治部,2012年卸任中央政治局委员, 但在2013年起,极有传言他遭双规,2014年7月30日被开除军级,取消军阶,2015年3月15日在医院病逝。